西西尼国际机场简称WSI,定于2026年下半年开放 将会给这个区域带来振奋人心的新机遇 WSI初步飞行路线环境影响报告草案 目前正在公开展示 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征求社区意见 以便有助于完善飞行路线具体设计 环境影响声明简称为EIS 是调查该项目在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 即减轻这些影响的措施建议的文件 该文件属于1999年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管辖范围 该法是澳大利亚政府环境法规的核心 EIS草案让社区、行业和其他组织有机会 在EIS最后确定之前对初步空域与飞行路线设计畅所欲言 这个文件的内容很广泛 包括飞机噪音、空气质量和水质量、卫生方面的考虑 土地的使用、大蓝山世界遗产保护区、以及对其他机场的影响 EIS草案分为三个部分 详细介绍了初步飞行路线的设计 分析了可能带来的影响 并说明了怎样控制这些影响 征求社区意见是EIS程序中的重要环节 有助于最终确定WSI飞行路线 EIS草案会公开展示至少60个工作日 在这个期间您可以正式提交意见、畅所欲言 一旦公开展示期结束 就会对提交的所有意见加以审议 并在关于公开提交的意见的报告中做出回应 该报告将会在2024年的EIS最终版本中公布 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了解EIS草案的详情 即将在您附近举行的社区信息发布活动的详情 以及如何提交意见